北京时间9月7日,中国女排正在浙江宁波备战奥运资格赛,接下来,中国女排现在宁波出战奥运资格赛,全力冲击奥运会的门票,其次再去杭州参加杭州亚运会,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也需要全力以赴,捍卫主场荣誉拿下冠军。 所以说,接下来的9月份中旬开始,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就开始密集的比赛,蔡斌也需要做好艰苦战的准备,为中国女排新的奥运周期重返巅峰,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东京奥运会的惨败依旧是历历在目,蔡斌接过叫边之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女排带回巅峰,但是在新周期,世界各国的女排强队确实是高手如云,再加上中国女排新周期,有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退役。 林丽,严妮,刘晓彤,张长宁等奥运冠军逐渐退役之后,让中国女排能够用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说,中国女排需要加速年轻球员和新的王牌球员成长,更要期待朱婷的回归。 目前来看,朱婷回归中国女排的障碍也已经被扫清了,巴黎奥运会上,朱婷一定会上演王者归来。 但是在朱婷回归之前,中国女排还需要持续提升其他位置上的球员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要密切关注我们的竞争对手动态,尤其是新周期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比较忌惮的一个对手, 就是埃格努领衔的意大利女排,这支球队实力超前,球队是中国女排新周期争冠道路上的最大的威胁。 似乎意大利女排成为了中国女排始终迈不过去的一道坎,也让中国女排目前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跌跌撞撞。 此前的国际比赛中,每逢遇到意大利女排,中国女排总是遭遇溃败,这或许成为了中国女排最大的障碍, 这也让中国女排球员们内心不愿意碰到意大利女排。 但是新周期,中国女排想要重返巅峰,我们必须要直面埃格努,直面意大利女排,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站上奥运冠军领奖台。 而就在近期,我们得知了几条好消息,埃格努首先是缺席了意大利女排的奥运资格赛,其次又有意大利权威媒体爆料, 如果说意大利女排主帅马赞蒂不下课的话,埃格努将不会回归意大利女排,甚至不会升加巴黎奥运会, 而且此前意大利排协不会让马赞蒂下课的态度比较明确,所以说埃格努大概率会无援巴黎奥运会, 这无疑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惊喜利好加码, 让蔡斌和朱婷有望在巴黎奥运会率队站上奥运冠军领奖台的希望无限飙升。